哈喽大家好 欢迎关注今日华尔街频道 这期的华尔街六都 关注万达刘海波被公安机关带走调查 这一个突发新闻 在北京时间的8月8日 中国媒体包括澎湃财新都证实 万达集团的高级副总裁刘海波 因涉及贪腐被公安机关带走 被带走的更具体原因暂时不祥 除了刘海波之外 万达集团还有多人因牵扯贪腐也被带走 财新的文章开头就提到 在8月3日 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高级副总裁刘海波 就已经在接受警方调查了一名接近 万达集团的人士就告诉财新 除了刘海波之外 万达集团还有另外两人卷入案件 分别是万达集团总裁助理兼 北区公司副总裁周海荣 和北京级北区总经理毛向东 涉案项目位于华东区域 而上海的普通警方 是从北京万达集团总部带走了上面的三个人 这也是一个跨区行动 公开资料显示 刘海波南1991年7月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991年7月至1994年的2月 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电子工程系担任教师 1994年2月至2010年6月担任 玉井新业厦门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在2010年刘海波加入了大连万达集商业集团 先后担任总裁助理发展部常务副总经理 发展部总经理区域总经理 集团首席副总裁高级副总裁等职位 在此次被带走之前 刘海波一直分管万达集团的投资业务 把持着这个集团大大小小的项目投资业务 财新的报道提到周海荣和毛向东都有华东区工作的经历 周海荣承认万达集团华东区副总裁等职位 而毛向东承认万达集团华东区副总经理等职 据说这三人所设的案件是由合作方举报 涉及金额巨大 另外一名知情人士透露说 三人涉嫌犯罪主要是拿了人家的好处 同伴新闻还提到 此次刘海波被带走涉及万达内部反腐 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对于腐败行为 始终是保持高压态度 对于反腐 王健林他有一个自己的方法论 在一本叫做万达哲学的书 这本书也是由王健林氏亲自编撰的书 在这本书里 王健林表达了其管理智慧 他说万达有一支很强的审计队伍 而我个人在集团不分管具体业务 唯一管的部门就是万达内部的审计部门 审计部就相当于万达集团的继位 审计通报最厉害 一发就意味着有人被开除或者受到更重的处罚 在书中王健林这支队伍给出的描述是 业务能力强又很强的威慑力 万达审计部成立于2001年 成员由财务工程预算 土木水电等专业人才组建 成立以来 万达审计中心查处了多起内部贪腐事件 资料显示 2006年万达处分了7名员工 2008年开除3人和降职1人 2009年处分13人 2010年处分员工10人 2011年处理违规员工43人 2012年处分员工64人 2013年处分员工180人 据万达集团的官网 王健林在2019年1月13日的年终工作会上表示 反腐常抓不屑 高薪不能养联 只能长期反腐 审计中心的工作重点是预防 多开一些会 多搞一些教育 多搞一些走访 在2019年8月30日 万达集团召开了连接自律警示教育大会 宣布原商管集团总裁处里坚 华南运营中心的总经理 王彦斌 原武汉区域的招商运营副总 秘利娜以及原黄冈万达广场总经理复兵 还有原校干万达广场的招商 营运副总张兴亮严重违反集团制度 将商户共防及员工所汇 金额巨大以涉嫌犯罪 为了严肃纪律整治风气 打击腐败行为 经集团董事长办研究同意 对王彦斌 秘利娜 复兵 张兴亮 四人均予以解除 劳动关系 陆入集团除名 查询系统并移交司法 在万达官网也显示 近年来万达多个部门 比如宝贝王 酒店管理 文旅院等都召开过 这个叫做连接自律警示会的活动 并且审计也是王健林 唯一指管的部门 那么在万达集团 曾有一个名为万达审计 总监督的微信公众号 其中有一篇文章 叫揭秘民间中纪委 27年来万达帝国的防腐败密期 一文中就提到 王健林对战小便宜贪污腐败 辱臂是零容忍态度 所以他送给万达高层六个字 勤奋团结以及连结 那从公开资料来看 刘海波在8月1日还在公开露面 8月1日大同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强宇 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举行了工作会谈 就推动项目建设拓展合作领域进行交流 刘海波也出席了这个活动 在7月25日 河南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江林 与来洛阳考察的万达集团董事长 王健林举行工作会谈 听取龙门旅游度假区改造方案的汇报 就优化方案设计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刘海波也参加了此次会谈 2023年到现在对万达集团似乎并不顺利 4月21日 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在高官会议上说 中海万达商业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遇到困难 集团资金十分紧张 在4月底到5月份 国际的评级机构包括标普 惠誉还有穆迪 纷纷下调了万达集团的商业评级 在4月新一轮的流动性危机持续至今 万达集团是多次通过减持万达电影股权等方式 试图处置旗下部分自持的资产来回笼资金 先是7月10日 万达投资与洛利利签署了转让协议 洛利利花了21.73亿元 从万达投资手中拿下万达电影1.8亿的股份 而仅仅一周之后 万达投资再向新线融制 转让了1.77亿万达电影的股份 回笼资金约23.3亿元 虽然通过两次大甩卖式的转让 王健林和万达获得了宝贵的现金流 但这两笔买卖做的其实也不太划算 以当月万达电影股价来计算 王健林两次甩卖的股份实际价值高达50.09亿 相比较之下 王健林真的是大甩卖了 因为他直接亏了快有5个亿 紧接着在7月20日 上海的如意花了22亿 盘下了万达文化产业集团 持有的49%万达投资股权 间接染指万达电影 在短短的十多天时间内 王健林出手三次 为万达回笼资金67亿 首先是变卖资产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 万达在未来一年还有巨大的还款压力 还有86亿元的债务即将到期 那王健林该怎么办呢 最近万达和王健林出现在公众视线 也都和债务相关 今年69岁的王健林 最近一次在公众面前露面 是在央视的一档节目中 那么今年我们将在31条的指引下 振奋精神 按原计划开业超过50个商业中心 几十个酒店 还有上百家营城 争取为中国新增服业就业岗位 再次超过28年 新增大学生 镜头里的王健林身着一身黑色的西服 头发也是茂密很黑 但依旧十分干练 但与以前非常不一样的是 他的身材暴瘦 有一种掩饰不住的憔悴 还有一种焦虑感 在6月28日 万达商管第四次向港交所递交招股书 但至今仍未获得证监会大陆条的放行 财新的报道则提到 万达商管上市遇到阻力 一方面是因为港股IPO事关房地产行业上市的整体政策 与当前经济形势密切相关 涉及多个监管部门 另一方面 万达商管地表期间 公布的业绩数据 引发了较大的市场质疑 监管要求其重新梳理并补充材料 由于对赌协议压深 万达商管能否在此次找股书有效期内 成功上市对万达集团是至关重要 公司能否化险为一 也是在此一搏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 华尔街六度的所有内容 更多资讯可以关注六度简报网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在上面各位可以订阅各类符合您喜好的简报新闻 有免费套餐 又有更加专业的复位套餐 供大家选择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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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